虎女郎惊爆 五姿上赴当天照偷情 五姿前天宣布 为挽救婚姻 无限期推出高球赛 但没能堵住虎女郎爆料 四号虎女郎贾咪 昨天接受英国世界新闻 专访时惊爆 三年前五姿父亲去世当日 当时两人在五姿加州 豪呆优惠 五姿妈妈从医院来电 说父亲病危 五姿立刻赶去医院 三小时后回家 虽然面色凝重 能跟虎女郎翻云覆雨 凌晨在接到妈妈电话 告知父亲已经过世 五姿非常难过 虎女郎拥抱安慰她 之后才离开豪宅 世界新闻也引述 五姿老婆好友说 她对五姿已经完全死心 在绯闻连环抱后 她对五姿大吼 你不要跟我说话 去跟你的医生讲 我不想再见到你 不过她为了小孩 今年圣诞节 仍会一家人一起过 然后就与五姿分居 带子女回家乡瑞典居住 激烈瓜虎刀 昨天成为第一家明月表示 要撤掉五姿广告的赞助商 另外媒体点名 跟着五姿十年的赶地 威廉斯 不但知道五姿偷情 甚至是帮凶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助商